你今天打球了吗 小豹没懂 但是我知道全多多有好多优惠 大家好 我是二孙张将 最近咱们总看到有一些博主 他们总是拍一些东北盒饭 特别特别便宜 对吧 13块钱15块钱的 说这个是穷逼乐 那么咱们今天去拍一家 在东北有钱人和富二代 才能吃得起的盒饭 它在谁样的价钱 在自助盒饭里 算天花板了 最贵的 但是好不好吃呢 咱们今天就一探就尽 咱们观众可以猜一下 那家盒饭到底要一个人多少钱 一般去吃这种自助盒饭呢 都是沈阳的精英小开 所以说咱们得仔细装扮一下 第一步一定要带上苹果三件套 一定要把这些苹果的标 全给它露出来 对吧 如果你想让自己更有钱的话 那就苹果五件套 再加一个苹果耳机 还有苹果游戏机 那咱们视频的观众肯定都会问我张哥 那我用华为行不行啊 我是被逼无奈才选择用的苹果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买华为 第二步要带上我们的医云矿泉水 医云矿泉水才是身份的象征 咱们视频的鼻友肯定会问张哥 那我怎么穿才能跟一个有钱人一样呢 咱们视频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 你要是有钱的话肯定会穿大额 但我觉得穿大额都是爆发户 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 在东北只有真正的探紧家 才会穿上这种北脸羽绒服 然后再背上咱们的包包 把OOTB打在咱们的弹幕上 咱们今天吃饭的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这里原来的规划呢 是要打造年轻人非常多的一个商圈 配套就是下面的家乐服地铁口 包括新盖的潮流街区 还有几个大型商场 包括咱们屌丝最喜欢的蜜雪槟城 穷逼乐户街 对吧 沈阳大学生最喜欢打球的三个地方 就是中阶太原阶 还有一个这个地方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是离火车站比较近 它这个楼下还有这种非常正规的户外野球场 你像这种户外球场的话 它对于篮球人化还是有点过于先锋 原来我的主场球馆就在这个楼 在这个楼我也打过半年球 但是为什么没有很多的毕业大学生来这里居住呢 大家可以猜测一些原因 就是它的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咱们沈阳本地的大学生 它有点太拉了 就是它毕业的工资吧 到这里住 可能有点不太能住得起 像这种穷比乐户型 虽然它面积很小 但是一个月它也得两三千块钱 这个餐厅呢 它也是位于咱们沈阳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场里 现在大部分的商场里 不全都是为了逛街 而更多的都是为了休息 沈阳为什么是二次元之城 它这些台阶全搁着靠似电梯 现在这个商场只有一楼呢 还有很多店铺 二楼再往上 更多的呢 都是租给公司直接办公 或者呀 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时尚的直播的团 他们全都在这儿 直播 不是你们猜一猜 为什么它把门上全都给挡住了 比如说里面有十多个老妹吧 就跟他站呢 就跟他喊 哥哥救命 哥哥救命 哥哥快来打我 哥哥他来打我 快帮帮我 就这种 对吧 我们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很多 就是那个美颜拉到底 腿长拉到底 所以说这个商场也是一个 真出口 它这个选址也特别好 它周边的生意 你看这些餐饮 它都生意兴隆 所以说它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去做那么一家自助餐饮店 它门口这个牌就把价格已经标上去了 对吧 二十块钱 我相信对于咱们很多比尔来说 算是一笔特别巨大的款项了 它这个装修风格本体上来说也是特别豪华 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穿衣档次 你看它这个桌子凳子就特别接地气啊 和这个商场也是格格不露了 它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每个菜都做的像一个菜样 因为如果你吃多了自助盒饭的话 它有些12块钱和13块钱的菜吧 它做的基本上都一个样 而这个它起码看起来都挺好吃的 最让我惊喜的它家这个米饭啊 是炒饭 而且凉菜区都是我爱吃的 凉菜整了二三十样 里面还有什么扎圆销啊 粉肠啊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他们家的种类是要比咱们正常吃的自助盒饭要稍微多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能上到20块钱吧 也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房主贵 对吧 毕竟它这个是在商场里头 虽然是这种半死不活的商场 吃这么贵的自助餐 大家一定不能多拿 对吧 就是你得一点一点吃 我也没多拿啊 就是一样挑了一点点啊 像这个是炒饭 炒肚 还有这个是牛肉段 锅包肉 豆腐 香肠 蒜蓉娃丫 还有土豆丫 然后这边是豆制品啊 包括它这个饮料 酸梅汤 他们家这个锅包肉 看的其实感觉还行 他们家这个肉应该也是鸡肉 这个是他家的牛肉段啊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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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太硬了 其实你想吃这些菜的话 你去那些菜馆 沈阳本地的老菜馆 做的才好吃 沈阳自助盒饭嘛 它只能保证你不难吃 但是他们家这个是炒饭 我是真没想到啊 这个是鸡肚 这个鸡肚我觉得比那个六肉段和锅包肉要好吃一点 麻婆豆腐 这个挺好吃 吃下去之后再就一口米饭贼香 这个是他们做的那个蒜蓉粉丝玩玩菜啊 超出我预料了 其实他们家的素菜 我觉得做的比荤菜要好吃很多很多 沈阳自助盒饭 我是从十块钱吃到十二 吃到十三 然后到现在正常的都是十五十六 但是他们家最贵的 只有咱们富哥们啊 才能来吃到这种二十块钱的盒饭 尝尝他们家的凉菜 我最喜欢吃的豆腐汁啊 嗯 这个还行 这个挺好吃的 他们家这些凉菜 是平均水平往上啊 他们家这些 他们家这些凉 他们家这些凉菜 是平均水平往上啊 嗯 嗯 这个是土豆丝 嗯 这个是他们家的大菜 水煮鱼啊 尝一尝 嗯 这个味儿香 这个应该是今日最佳 不管我要吃肉肉 就要吃肉肉 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 你别嫌我太重 要嫌我太熟 我就会给你想要的 他们家我能给咱们比尔提一个建议 就如果你住在这里 很远很远的话 就没有什么必要来了 因为也并不怎么太好吃 就是只能说 中规中矩 就没有必要特地来打卡 但是如果有南方来的小逼 有的话 对吧 你就 在这个地方就吃不吃吧 在这个地方就吃不吃吧